再来看的是这个儿童商机台北市赤子20亿打造的儿童新乐园呢 在16号呢就要开幕了 先来带您看看呢这个交通的问题 如果说呢你是开车组呢其实要小心 因为开车组呢在现场呢是只有400个停车位 所以如果说抢不到呢就没有了 就建议大家还是搭大众运输 而且呢这个开幕的第一个星期还有接下来的假日 带您来看到呢是这个1号线是从知山站跟士林站到这个新乐园 而2号线呢是从建坛站 这个是开幕的第一个礼拜还有假日会经过的 而在平日的时候呢这是3号线 是从士林站到建坛站再到新乐园 统统呢都是免费接驳 好大家来看的是呢到底去的现场有什么可以玩呢 不能少的就是摩天轮也就是地标 而这个摩天轮啦海盗船跟星际飞车 这种呢是搭一次就要付一次钱是30元 而其他的设施呢比较便宜一些些 像是呢这个银河号啦就类似有点像小火车 这个宇宙回旋就是之前大家不陌生的就是一直转的这个飞椅 这种呢是一次是20元 而今天呢其实已经有幸运儿抢先试玩 儿童新乐园开圆了台北市长郝龙斌当起好爸爸 带白花正儿童一起抢先体验 我记得小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到儿童乐园 可是原来那儿童乐园老了旧了 所以台北市政府我们今天重新给大家一个新的儿童乐园 这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公办的儿童乐园 大小朋友引颈期盼儿童新乐园即将在16号正式开幕 先开圆办公艺场 郝市长也敢在卸任前交成绩单 还陪小朋友一起玩旋转木马 大概应该30年有了 对都是年轻时候带自己小孩坐 那现在应该有二三十年有了 郝市长想起童年小朋友也好兴奋 因为有六大最新的游乐设施 由于变形金刚为造型的云霄飞车 还有到最高点会出现台湾黑熊的飞天神奇号 另外儿童版的自由落体海盗船 以及可以自行操作起伏的旋转小飞机等 都让小朋友超兴奋 儿童新乐园采单次计价的评价策略 全票30元团体票还有汽着优惠 园区里也有免费的游戏区 不过礼拜一和农历除夕例行修缘 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虽然下礼拜才正式开园 不过北市府先展开公益感恩体验 让志工若是团体 还有公司立国小生 到局处网站自行预约报名 儿童新乐园终于开门 不仅小朋友多了一个假日好去处 也是台北市长郝龙斌八年市政的 最后一项政绩 有点TV王室凯神永沛台北报道